在2016年8月 一宗發生在葵聰一棟大廈的特發事件 仍然意外揭發了殘疾人縣捨不為人知的黑暗內幕 而且當中還埋藏了多宗離奇的死亡個案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件事件 在2016年8月23日下午的5點鐘 警方接到報警求助 於是就聯同救護車馬上趕到葵聰和堂咀家的萬城大廈 當時有指一名少年在大廈三樓的殘疾人縣社 康橋之家墮樓受傷 救護員隨即將傷者送到仁濟醫院急診室搶救 但是少年傷勢太重 在5點13分宣告重傷不治 其後警方證實了少年的名是梁子俊 年僅14歲 是一名正在香港四一雙工總會 陳南昌紀念學校讀書的特殊學生 但到底梁子俊墮樓的原因是有人蓄意傷害他 還是只是純屬意外呢 在這個時候警方查問了梁子俊的家人 然後慢慢掌握了他的背景 小時候的子俊和父母和一個兄長同住 但是不幸地他在兩歲的時候曾經嚴重發燒 之後就出現了子俊和自閉的傾向 直到六歲的時候他確診患有自閉症 醫生更加指他是多項藥能 而有多項藥能的兒童在生理上有機能 感官 感知 智能 進食 語言 根基骨格 健康等多重問題 令兒童在行動 智地溝通方面都受到影響 隨著子俊日漸成長 父母都很難繼續照顧他 他曾經有亂丟雜物的行為 更試過和父親發生衝突 於是當他年近十三歲的時候 父母就聽從社會福利署社工的建議 安排他入住殘疾人士院舍 他曾經分別入住四間院舍 但都因為不同的原因不能夠長住 移植到2015年一月 父母就安排他入住案件發生的地點 漢橋之家 漢橋之家早在1997年成立 由母公司穆恩之家集團管理 主要服務弱勢社群 包括智障 精神病康復者 及肢體殘障人士 院舍聚都可以融立102名院友 但誰都沒想到 當智進入住漢橋之家之後 一場噩夢竟然就這樣開始 智進入住漢橋之家之後 母親假日就會去探望兒子 星期六日會接他回家照顧 但是在入院沒多久 他就發現兒子的手腳 頸和面部等為置都有來歷不明的傷痕 更有其他人留下的咬痕 而且身形日漸消瘦 母親就這件事曾經向職員了解 但對方就反問 你不問一下學校 於是當時母親就把傷痕拍下了相 希望日後可以繼續跟進 而在事發之前一年 他接獲康橋之家的職員通知 指智進發燒入院 母親隨即趕到醫院探望 但當他來到醫院之後 就發現智進的傷腿都有瘀痕 母親查問手傷原因的時候 指智就回答 用鞋咯 用鞋打打 還指一名勝中的姑娘用拖鞋打他 原因是他不肯睡覺 當時母親更加發現兒子的背部也有傷痕 而且察覺他很怕康橋之家的職員 時間到了2016年年初 母親再次到康橋之家探望兒子的時候 竟然目睹遠小的司機B哥動手打兒子的頭 而母親甚至聽聞 B哥認為指智不懂得治理大小便 竟然將糞便物在指智方面上羞辱他 所以指智都不敢坐那個司機開的車 硬健康橋之家的人手嚴重不足 衛生環境欠佳 而且懷疑兒子多次受虐 終於越來越瘦 雖然母親亦然不敢報警求助 只是增加接兒子回家的次數 但母親亦有主動向相關團體求助 可惜他無法尋求相應的協助 他表示他曾經約見立法會議員 但對方就問會不會是兒子自己弄傷自己 他又嘗試找保護兒童科 但社工都只是說要加藥 而事實上 母親亦曾經決心將子智回家照顧 但由於他實在無能力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兒子 而且其他殘疾遠舍又無法提供長期的照顧服務 加上當時暑假快完結 兒子即將能夠回到特殊學校 不用長時間留在康橋之家 所以最終是事件發生之前一天 母親再次忍痛將兒子送回康橋之家 但遺憾的是 子晉從此一去不返 正當警方調查子晉的死 是否與康橋職員有關的時候 社會福利署也開始了解這件案件 而就在子晉墮樓的同一日的晚上 社會福利署督察到場查問相關職員 同時檢視職員監表、出勤紀錄和子晉的健康紀錄 也與三個院友談過 在兩個星期之後 社會福利署就發出調查報告 指康橋之家當日有三名職員在三樓工作 認為院舍的人手符合法例要求 但這份報告的內容就備受質疑 首先 監表顯示了多名職員在事發的月份很少放假 甚至有人足足當值了三十一日沒有間斷 但康橋之家的院長劉傑森就曾經向警方表示 每個員工每星期都有一日假期 所以他的講法和監表上面的資料不相符 而更加有員工向傳媒透露 康橋之家早前為了應付社會福利署查牌 他們竟然聘請院友辦員工充數 你們經常性只有兩個人看完兩層 其實你們兩層加起來都有一百人 其實你們只有兩個護理員 其實是完全照顧不到的 我都在問我們三個人 阿哥是職員還是院友 他是職員還是院友 他是職員 但是為什麼他住在這裡 這些我不太清楚 而事實上 在紫進墮樓當時 院舍正直派飯派約的時間 紫進拆除槍花所造成的噪音和行為 理應會引起職員的注意 但最終發現紫進墮樓的 就竟然不是院舍的員工 而是附近商店的職員 所以監表上所顯示的足夠人數 被懷疑有造假之嫌 除了人手問題之外 另一個疑點就是院舍的閉路電視 到底智進有沒有受到職員的虐待呢 他墮樓之前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如果能夠翻查院舍的閉路電視紀錄 或者就能夠真相大白 但是院長劉傑深公稱 案發時候院舍裡面的閉路電視其實沒有運作 他解釋自警方在兩年之前 拿走了整套閉路電視系統之後 就再沒有錄影過 到底紫進墮樓的經過是怎樣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而正當這件案件被受社會關注之際 漢橋之家就爆出另一件醜聞 今次醜聞的主角 就正是康橋之家的始創人之一張建華 張建華至少患有黃斑點病變 屍歷只有正常人一成 他在1984年曾經代表香港參加殘疾人奧運會 獲得50米花泳銅牌 他曾經表示對殘疾人有認同感 所以決定攻讀社工學位 之後加入志願機構 而在1997年 他正式和朋友合辦康橋之家 但時間到了2014年8月 一個女遠友的母親到了院舍探望的女 而那個女遠友年約21歲 但智商只有8歲 當日有一個遠友向那個母親展示手機短片 而短片的鏡頭隔著磨砂玻璃 隱約拍下了院長張建華在辦公室 和她的女兒疑似進行不雅的行為 之後她的女兒也表示張建華 當時對她有不軌的行為 於是母親立即報警 張建華被警方拘捕之後 就被控以一項 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非法性交罪 但她一直保持加密 令事件一直未有定案不斷押後 直到2016年 女遠友被評定患有創傷後壓力症 不適宜出庭作弓 恐慌逼於無奈下只能夠撤銷控罪 但其後僥倖逃脫的張建華 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就態度輕挑 為什麼那麼多風化案發生在你身上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中幾次龍合彩 我這些事情真的中了幾多次 我家都是這樣問 其實你說我都很害怕的 整班女生現在看醫療報告可以突然脫衣 可以這樣 反過來說話 我們要裝多些閉路電視 連我寫字樓都要裝 要保護自己 當消息傳出之後 社會大眾對案件都感到非常憤怒 立法會議員邝俊宇 甚至形容事件是港版的無聲立喊 事後更加有傳媒指出 張建華其實早有前科 早在2004年 他就被控在2002年至2004年間 多次在康橋之家 但兩名致相低於50的女遠友 在房間作出不軌的行為 事後再以蛋撻牛肉乾等安撫他們 但由於兩名事主在庭上的政工互相矛盾 法庭寄予寧中密網的原則 才定他無罪釋放 而雖然他在2014年已經被解除 康橋之家的院長職務 但他多次涉案就一直逍遙法外 令大眾相當不滿 不少人都要求社會工作者註冊局 永久撤銷張建華的註冊社工資格 與此同時 傳媒除了公開張建華的黑歷史之外 其實康橋之家本身都問題多多 更加在過去幾個月內發生多宗離奇喪命事件 康橋之家爆出多宗醜聞之後 更加有人揭露院舍惡劣的環境 有人指康橋之家鼠患和失患問題嚴重 多名軟友都被失咬到皮膚紅腫發炎 而且軟舍冷氣不足 空氣不流通 廁所亦非常髒 另外有指軟舍為了折散費用 不時會煮過期的食品給軟友 事實上社會福利署亦曾經突擊巡查 還發出警告信 但是康橋之家的問題不單止沒有改善 更折疑連三地發生死亡事件 有傳媒發現原來近期在康橋之家喪命的軟友 並不是只有子晉一人 才是童年的年初 就有一個姓黃的男軟友在軟舍內致進身亡 接著又有另一名姓黃 患有唐氏綜合症的軟友 因為嚴重受傷之後被疏忽照顧 傷口發炎引致病發症死亡 在三月 這名剛離世的軟友的弟弟也同樣在軟舍突然死亡 而且原因不明 在四個月之後 又有一名姓黃的女軟友進食的時候啃死 這個軟友沒有牙齒 但竟然被到場探訪的義工餵食麻糬的時候啃死 由於當日現場沒有人手為他急救 最終他窒息致死 而就在子晉墮樓事件的同一個月 再有一名男軟友啃死 這名男軟友平時需要食用刻意切碎的食物 但今次就以外進食正常飯餐而死亡 換言言之 加上子晉的事件 在2016年短短8個月內已經有6名軟友在康橋之家離奇身亡 有員工向傳媒表示 部分軟友的死亡是遠於軟舍長期人手不足 他更加表示監表上有時會出現未曾露面的名字 形容這些是幽靈員工 但除了幽靈員工之外 有傳媒更加發現了隱形軟友 時間到了事發後三個月 社會福利署決定撤銷康橋之家的牌照 成為了社會福利署史上第一間被撤銷牌照的殘疾人士院舍 接著共79名的軟友陸續搬到其他軟舍 但就有指那些軟舍仍然是屬於康橋之家的母公司 穆恩之家集團 除此之外 有傳媒發現除了79名軟友之外 原來至少還有20名隱形軟友 隱形軟友是指一些軟友一直有交軟費 但只能夠在另一大廈的劏房單位居住 這棟大廈和康橋之家所在之處只是一階雙隔 播行約三分鐘路程 而劏房單位居住的軟友都有領取縱援 每個月幾乎將全分縱援 甚至連兼職的工資都要用作軟費 但康橋之家只是提供一日三餐 不過沒有安排護理員照顧他們 而康橋之家每個月就會分一千五百元零用錢給他們 但當撤銷牌照之後 隱形軟友的三餐就要自行解決 同時沒有社工協助他們 令他們好像自生自滅一樣 也不知道怎樣退還餐費 除了多名隱形軟友之外 劏房更加會租給其他非軟友人士 甚至有一家四口居住 有社福家人士質疑 康橋之家將軟友安排在非正式監管的劏房單位居住 同時有助收軟費和租金可能已經觸犯法例 不過雖然社福家一直努力關注軟寫的狀況 但他們就不斷被拒絕門外 事實上至康橋之家被釘牌一年以來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 一直都未能夠聯絡康橋之家和母公司穆恩之家的負責人 也未能夠進入集團旗下的院舍視察 而志進的母親也指出 這一年來都沒有任何康橋之家的代表打電話來慰問 社會福利處亦沒有派社工跟進探訪 他坦然事隔一年仍然未能夠走出陰霾 在案件發生後一年 事件的相關人士亦有新消息 在2017年 康橋之家的始創人張建華再次被落案起訴 原來他除了牽涉在早前提及的三宗案件之外 更加和三十幾年前發生的案件有關 事源張建華在2016年脫罪之後 曾經反過來要法庭推回唐輝 由於當時傳媒大使報道事件 所以亦引起了一個曾經在三十幾年前遭到他傷害的事主關注 老實說 如果不是這位院長先生去追討重廢 這個新聞可能早幾個月已經被淹沒在歷史裏面 因為是追討重廢 才令到新聞再浮上水面 在1982年至86年期間 受害事主當年只有7到12歲 是一個有視像的小學女生 不幸的是他先後在學校圖書館 替鑑、學樂室、護契沙青年宿舍 做到二十幾歲的張建華五度伸出魔爪 而事隔多年 事主得知張建華再次牽涉在其他案件之後 終於決心報警 今次張建華很快被捕 在2018年他被永久注銷注冊社工資格 而在一年之後他被裁定五項非禮罪全部追成 判監33個月 而一直逍遙範外多年的張建華終於受到法律制裁 時間到了2021年即是墮樓事件發生後五年 死因庭亦終於就紫進的案件展開死因聆訊 當時法庭傳遲了多名康橋之家的職員 精神科醫生 學校護士 紫進的親友等作工 在庭上紫進的母親和康橋之家的職員各執一詞 母親指控職員虐待兒子 職員就說紫進不聽話 影響到其他人才會對他那麼嚴厲 而精神科醫生就稱紫進的表達能力有限 但就從未顯示出自殺的傾向 最終法庭判定紫進死於意外 時至今日雖然康橋之家早已經被除牌 但究竟當年紫進的不幸事件 甚至多宗童年發生的死亡個案中 刑辦軟石的康橋之家和母公司穆恩之家 是不是真的沒有管理層需要負上丁點的責任呢 雖然紫進的事件徹底揭開了他們不為人道 而且視殘疾人士為金礦的管理手法 但是這個個案會不會只是冰山一角 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事件 隱藏在類似的殘疾人士軟石呢 請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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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去